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方夜谭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香苏 以及乐语频道的节目包括乐运唱谈 跟我学乐语 异灵漫画和细成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网址是1150kknw.com slash 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或者下载KKNWAM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既在美国 日本 英国等获得有条件批准后 吉利德研发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 用于新冠治疗在欧盟也取得进展 6月25日 欧洲药品管理局官网发布消息称 欧盟药监局人类学委员会建议 向瑞德西韦授予有条件的销售许可 用于治疗需要补充氧气的成人 和12岁以上的青少年新冠肺炎患者 有媒体称 瑞德西韦在欧盟获批 实际上根据欧洲药品管理局官方发布的消息 瑞德西韦是第一种被推荐在欧盟获得授权的新冠药物 对于该建议 欧盟委员会将在下周做出决定 从而允许该产品在欧盟销售 据尼日尔安全部门25日消息 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活动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日前在尼日尔部西部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 该组织至少10名工作人员遭绑架 尼日尔安全部门移民官员25日告诉记者 24日下午 该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在尼日尔西部 向当地民众发放食物等物资时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 至少10人遭绑架 武装分子还抢走两辆汽车 基拉贝里省尼于位于尼日尔西部于马里 穆基纳法索勒交界地带近年来与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极端组织恐怖组织 频繁在这一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刚果金政府25日宣布 国内第十轮埃博拉疫情结束 这一轮埃博拉疫情始于2018年8月 刚果金卫生部长埃塔尼·隆功多 25日告诉媒体记者 第十轮疫情累积确诊病例超过3460例 大约2280人死亡 卫生部将利用从这一长期流行病中 吸取的教训和成功经验 确保在姆班达卡采取尽可能有效的应对措施 龙功多本月1日宣布 西北部赤道省首府姆班达卡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 是刚果金1976年以来爆发的第十一轮埃博拉疫情 截止6月23日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有病例24例 其中13例死亡 墨西哥西北部西纳罗亚州官员25日说 该周24日发生两起犯罪团伙火平事件 共造成16人死亡 西纳罗亚州公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克里斯托尔 向媒体通报说 两个犯罪集团24日下午在该州首府 库利亚坎北交制造两起火平事件 事发地点与山区两处现场共发现16具遗体 一些遗体身上还穿有防弹服 有报道说 自5月以来 这两个犯罪集团之间多次发生冲突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华氏60度 摄氏16度 明天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76度 摄氏24度 最低气温华氏58度 摄氏15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7分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决定 将华为和海康威视等中国顶尖企业 列为中国军风拥有或控制 这位美国新的金融制裁奠定了基础 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显示 有20家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公司 被列在这份名单上 这个消息由路透社于星期三 6月24日首先报道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 向路透社证实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 并表示文件已递交给国会 除了华为和海康威视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熊猫电子集团等都在名单上 美国政府去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将华为和海康威视列入贸易黑名单 并试图以说服盟国将华为 排除在5G网络之外 名单是由美国国防部起草 依据的是1999年的一项法律 根据这项法律 国防部负责编制一份 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工企业的名单 其中包括那些由人民解放军 拥有或控制的提供商业服务 制造 生产或出口的公司 出现在美国国防部名单上的 中国企业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不过根据上述法律 美国总统可能会实施制裁 有可能包括限制名单上 各方的所有财产 路透社说 华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航工业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均为回复制评请求 在被鼎名的公司中 只有海康威视立即做出了回应 称有关军方参与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该公司表示 它从未与中国军方合作过 它将在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中解决这一问题 名单上的几家公司 与美国公司有合资项目 例如中航工业与通用电器合作 为中国的C919客机项目生产设备 这份名单还将使人们关注 美国公司与中国公司的关系 以及他们在美国的业务 美国国会参议院 两党议员星期四无一意通过法案 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企业施加制裁 与此同时 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案 谨责北京当局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 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Saint-Crisveld Holland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Tumi Saint-Pat Toome 联合推出香港自治法 被视为是去年国会通过并已生效的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加强办 香港自治法在材质内容方面加强了效力 范围更广泛 最重要的是法案同时将制裁 措施与金融系统捆绑增加惩罚力度 这项由跨党派议员所推出的香港自治法的制裁项目 除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侵犯了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 施加一级制裁外 还将对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 而这一范围可能扩大扩及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 意味着具有潜在可能将切断这些银行 与美国银行的合作联系 并限制他们使用美元交易 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接受的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 范围在参议院会发言时说 他们正剥夺香港人民的权利 他们正在扼杀那些正享有的自由 河伦强调这项法案将对北京当局的决定和行动产生后果 将告诉北京如果他们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他们会受到真正的惩罚 法案建立了一套强制性的材质措施 要求行政部门认定那些所有负有罪责的人及同伴 河伦说 与此同时参议院还一并无意义通过了 由自由党联邦参议员Saint Josh Hawley 推出的决议案 谴责中国共产党强行推动中国人大有关制定 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反违反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 他们称之为国家安全法 其实跟国家安全根本没有关系 而是跟终止自由有关 跟禁止自由集会有关 跟压制言论自由有关 跟剥夺宗教自由有关 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实质 获利星期四在进行表决前发言说 山东一位农家出身的女性 在不忘初心继续追寻大学梦时 意外并吃惊地发现 她16年前曾深深自责的高考落榜 是因为录取通知书被他人冒名顶替 有观察人士指出 媒体曝光的这起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 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更多的人可能永远不知道 他们当年高考时被落榜的原因 这一突如其来的发现 令陈春秀大吃一惊 在向山东理工大学查询后 陈春秀得知 他16年前的确被该校专科录取 通知书也寄出 但他之所以没有收到 是因为这个总分考了546分的陈春秀 被另外一个总分只考了303分的 冒名陈春秀给顶替了 陈春秀出身农村家庭 父母靠种田为生 那时他家很穷 由于他学习比较好 父亲决定只供他上学 弟弟念完初中就辍学打工 就像成千上万 希望通过读书上学改变命运的 寒门子弟一样 陈春秀也曾梦想着通过上大学 为自己奠定一个美好未来的基础 然而因为被他人冒名顶替 陈春秀的大学梦不仅破灭 一生的命运从此被改变 2004年的中国 网络还不发达 很多人也没有手机和电脑 尽管陈春秀知道 他的高考分数不仅达到 并且超过专科录取线 因为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 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没有门路和关系的陈春秀 只能深深自责 他自己的努力不够 接受残酷无情的落榜现实 深埋大学梦 开始打工赚钱 这些年他当过工人 餐厅服务员 后来结婚生子 直到做幼儿教师后 家境好转 今年5月 打算重拾过往的大学梦 多年来 中国的动物权益活动人士 一直在游说政策制定者 组织教育活动和抗议活动 以说服政府和公众 支持禁止使用猫狗肉 他们几乎没有取得过 实质性的胜利 新冠病毒改变了这一切 这种病毒是从中国 一个食品市场传播出来的 中国政府于今年2月 暂停野生动销售后 中国南部城市深圳和珠海 成为国内率先进食猫狗肉的城市 上个月 农业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将狗从批准私养的名单中删除 首次将狗称为伴侣动物 就连在中国南部的市城市 玉林长期存在争议的狗肉节 于周日开幕时 也没有往年那么热闹 部分是因为对新冠病毒的担忧 让狂欢的人们望而尺步 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但政府一直推卸责任 广州动物权益保护人Cindia Zhang说 所以我们在利用这次疫情的机会 努力的去多推广 多推动立法 这是一个松散 但快速增长的地方 动物权益活动人士 网络长期取得的结果 虽然中国吃狗肉的习惯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受到英国喜剧演员Ricky Jervis 和美国电视真人秀明星 Lisa Vanderpump的名人的关注 但在中国各地的城市和社区推动 变化的实际力量 是一群往往被忽视的动物保护活动人士 所宠物爱好者 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功 尽管民族主义批评人士说 说吃狗肉是中国的传统 与美国人对火鸡的爱好无异 广告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想娱乐 下载Himalaya 听资讯 下载Himalaya 学英语 下载Himalaya 快下载Himalaya App H-I-M-A-L-A-Y-A Himalaya 你想听的全免费哦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atgmail.com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John 我是Vivian 今天是2020年6月25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栏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环保人士担忧 新冠大流行将塑料垃圾污染推上新高 新鲜的空气 较低水平的二氧化碳排放 以及更清洁的水 这是三月中旬 新冠病毒大流行冲进美国时 环保人士乐见地积极变化 然而几个月的封锁也造成在线消费的增加 而且更多的垃圾随之而来 像塑料袋 气泡包装材料 面罩和手套等等 华盛顿郊区卫生委员会成员林恩里根斯说 就在2020年三四月大流行的巅峰 仅仅在一个废水泵站 我们就看到湿巾增加了17吨 这是跟去年三四月还没有大流行的时候比较 塑料袋的使用也急剧增加 因为大流行病 有些州推迟执行对塑料袋的禁令 有些杂货店不再允许使用可重复用的袋子 以免传播病毒 一些环保人士认为这些行动无济于事 这个星期佛洛里达州面临了严峻形势 因为该州的新冠病毒病例超过了10万 死亡人数超过3000 尽管案件激增 但佛洛里达州仍启动了重新开放的第二阶段 即必需服务 在减少一半容量的情况下 营业海滩仍然开放 皇家人群餐饮业业主阿利克斯 拥有几家餐厅 在佛洛里达州一度是成功餐饮企业 他曾为婚礼和公司等大型活动提供服务 并希望继续扩大规模 但天有不测风云 新冠疫情袭击了美国 现在在所有正在逐步放松 其严格限制措施的各个州 都必须在经济复苏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这是一项被证明非常困难的任务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 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刚超过13% 尽管最近几周失业保险金的申请总体上有所下降 而且有些州已经重新开放经济活动 但失业率仍停留在创纪录的高点 导致生活困难 尤其是非洲籍、美国人和西域籍 加里·康奈尔三月初冒了风险 在马里兰州蒙哥玛丽县开设自己的美发沙龙 他的生意经营了还不到一个月 政府要求人们待在家里 以减缓冠状病毒传播的命令就已下达 他也被迫观点停业 现在在州政府放宽限制之后 即使他可以在六月初重新开业 康奈尔要脱离经济困难 还研制过早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 星期三警告说 中共对美国构成极为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 而美国动用巨大资源 在调查2000多起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案件 目前平均每10小时便启动 一项调查 克里斯托夫周三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 特别报道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 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对于美国的创新 经济安全以及民主理念等构成更大的威胁 他表示与大约10年前比较 FBI目前正在进行的与中国有关联的经济间谍 调查增进了约1300% 中国在展开一场知识产权盗取 经济间谍针对美国商家以及学术研究机构 网络侵入的攻势 他说中国正在试图从美国几乎所有的行业的公司 不论大小偷取信息 从财富100强公司到新成立的公司 从农业到高科技术 从航空到医疗到学术研究机构 而且不仅通过传统的政府人员 还通过非传统的收集者 包括商人 高级科学家 高级学术人员 这些人都通过不同方式获得奖励 偷取美国的创新 以及机密信息带回中国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 Radio S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帐号 都是Chines Radio Seattle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6月25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42万1134人 新增40682例 死亡124402人 新增2433人 截止到6月24日晚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为 30357人 新增498例 死亡1300人 新增7人 其中King County确诊人数9573人 死亡606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6607人 死亡149人 Snowlish County确诊人数3371人 死亡165人 Pierce County确诊人数2400人 死亡97人 Bennett County确诊人数1556人 死亡76人 Franklin County确诊人数1451人 死亡32人 华州确诊人数目前全美第23位 卫生专家警告 在美国两个月的抗疫进步 已被新型冠状病毒的复活所消灭 这时美国南部和西部的感染率 上升到可怕的新水平 尽管在纽约和新泽西等早期热点地区 新境确诊的感染呈稳定下降趋势 但本周还有其他几个州 串下了单日记录 包括亚利桑那州 加利福尼亚州 密西西比州 内华达州 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在华盛顿州 卫生官员周三 确认了483例的COVID-19感染 另外9例死亡 州长J.Ansley 周三宣布了他的计划 要求大学和学院 在今年秋天重新开放 包括让学生和教职员工 自我证明 自从上次访问校园以来 没有过新冠病毒的症状 尽管一些自称的西雅图 有组织的抗议区CHOP的领导人 表示占领即将结束 但国会山占领抗议 仍在警察局东区附近存在 在过去的48小时中 抗议人群肯定已经减少了 但是运动的未来 仍然悬而未决 随着CHOP的逐渐消失 仍然有一些人没有动摇 关心的邻居和社区领袖 正在敦促市政府采取行动 在Terry McClain 录制的视频中 可以听到战斗中的CHOP 楼下的枪声 就像一部疯狂的电影 McClain说 我对此很无语 McClain说 他支持抗议活动 以及活动中传递的信息 但现在在那里看到的是 无家可归的者和精神病患者 他们生活没有警察与管束的地方 迈克兰恩说 黑人生命宝贵 Black Lives Matter在那里 但是已经不在这里 CHOP也不在这里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昨晚 占领区的一个邻居 向Como新闻发送了视频 该视频显示 一名身陷困境的CHOP男子 试图跳下屋顶 而一群人 则试图用梯子去营救他 新雅图的一些企业 业主和居民 就市政府对占领的抗议区 容忍度提起诉讼 称官员一直在和抗议者一起谋划 剥夺他们对其财产的权利 原告包括文圣店和汽车修理厂等 在周三提起的诉讼中强调 他们并没有要削弱国会山 占领抗议的反警察野蛮行径 以及西雅图有组织抗议区的 黑人生命宝贵信息 下面是天区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 华氏60度 摄氏16度 明天多云 最高气温 华氏76度 摄氏24度 最低气温 华氏58度 摄氏15度 广告后 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 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 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 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 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 当然还有更多参馆就餐 参加活动人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 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 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 在空中更久地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Slash Membership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 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完成普查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向您介绍娱乐新闻 据中国配音网消息 上海电影《一支场》 配音演员刘广宁 于6月25日凌晨在上海逝世 享年81岁 因疫情原因丧失从简 主持绘将在日后安排 隐秘的角落 火爆收官 主演秦浩表示 一开始看小说 觉得张东生这个人物 比较扁平 更担心 演反派女儿看到后会怎么想 后来被制作人的一句 超越无证之罪 再拼一把给打动 才决定出演 女儿的出身 让她跟这个世界和解 心变得很柔软 而网剧和综艺 让自己可以不再像烂片低头 有了说no的底气 6月25日霍奇杠在个人社交账号 晒出端午节带子女出游的照片 并发文称 没有龙舟比赛看 就全家搭缆车上山顶看风景 香港真的好美 照片中 郭晶晶首次怀抱 三胎女儿出镜 眼神充满母爱 周星驰合作多年的艺人 黄毅珊 近日在社交平台拍片 回应有关周星驰的经济状况时表示 大家绝不用担心 新爷的经济状况 周星驰只是拿一部分物业 变现还钱 但他会继续住豪宅 他有许多业务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6月26日凌晨3点15分 英国当地时间25日8点15分 2019到20赛季 英超第31轮一场焦点战 在斯坦福桥球场展开争夺 切尔西主场2比1立刻满联 普利西奇和威廉进球 菲尔南迪尼奥送出红点 切尔西三连胜 曼城客场连败 宋利物浦提前7轮夺冠 北京时间6月26日40 西班牙第31轮开始一场较量 西班牙人客场0比1 富于皇家贝蒂斯 距离安全区8分 阿尔特拉顶进维一入球 古磊第57分钟替补出场 第89分钟毕竟球被扑出 北京时间6月25日 CBA公司发布正式通知 CBA复赛第二阶段比赛将落户轻倒 比赛7月7日开打 东莞赛区的十支球队将会包机赶到轻倒 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 球队有三天的调整期 北京时间6月26日据美国媒体报道 迈亚密热火队的扣篮王 德里克琼斯的新冠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 NBA将于下月底在奥兰多复赛 而参加复赛的球队在启程前往奥兰多之前 都必须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财经方面 美国东部时间6月25日 截至收盘 道指涨299.66点 报25745.60点 涨幅为1.18% 纳指涨107.83点 报1017.00点 涨幅为1.09% 标普500指数涨33.43点 报3083.76点 涨幅为1.1% 截至收盘 贵金属市场方面 黄金期货价格下跌0.3% 报收于每盎司1770.6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期货价格上涨1.9% 报收于每桶38.72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2.3% 报每桶41.25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 中国股市因端午节假期休市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1美元兑换7.0782元人民币 美国货币监理署的一位发言人称 该机构周四批准了对沃尔克规则的变动 从而允许银行增加与某些基金的交易 货币监理署还取消了银行在与下属机构交易 衍生平时必须有的保证金的要求 美国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二周高于预期 这个最新迹象进一步表明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长加快 经济复苏正在冷却 据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常规的周失业福利计划之下 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下降至148万人 之前一周的数字向上修正为154万人 在截至6月13日当周 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76.7万人 至1952.2万人 据中国新华社报道称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布文件说 美国正考虑对从法国、德国、西班牙 和英国进口的价值 约3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新的关税 此举有美欧航空补贴争端引发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欧经济摩擦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Vivian和John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陈湘、杜一、萨杂、新闻和小源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近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收听 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陈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atgmail.com 劳工女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Washington州的劳工安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 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提供工商保险 以支付多数Washington州劳工的 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 请告诉你的雇主 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 致电免付费电话 877-561-3453 使用你偏好的语言 与本部门联络 以确认你的索费案件已经收到 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地复制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萧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左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